日美推进防卫训练一体化日美炒作针对中国 日本经济新闻12月9日发表题为 日美两国正在稳步推进防卫训练的一体化的报道 全文摘编如下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本月7日至8日公开了离岛防卫作战的相关联合训练内容 日美双方模拟敌方舰艇向离岛发动进攻 确认了共同作战计划和具体应对方案 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次与自卫队演练了空运高机动性炮兵火箭系统 C130J运输机在冲绳县的美军加首纳基地装在HYMERS 将其运至青森县的海上自卫队八户基地 HYMERS是一种可被装入运输机的先进发射装置 可以瞄准数百公里以外的目标 日本此前仅尝试过海运HYMERS 实现空运后可以缩短进攻准备时间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远征前沿基地作战构想中提出 发生战事时可以迅速在岛屿部署进攻据点 自卫队队员近距离学习了实战经验丰富的美军军医 如何处理伤员 这一系列训练项目都是在针对中国 11月下旬 美军卡尔文森号和动力航母与自卫队 正在进行航母化改装的出云号护卫舰共同航行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 在11月3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考虑实际作战时 航母数量越多越好 航母对于在缺少航空基地和飞机跑道的日本西南诸岛 实施防卫行动而言不可或缺 这将是岸田内阁的首次日美2加2会议